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6月23号晚上举行了每年一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所谓金砖国家五国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都是新兴的经济体 自从2009年开始 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 今年是第14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这次北京市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主席国 峰会是以一个视频在线的方式举行 习近平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这次习近平出席金砖会议并讲话还有视频画面 就可以作为观察习近平全力走向的一个材料 我们这里对比一下今年和去年习近平视频出席金砖会议的场面 从电视画面上看 习近平本人没有特别的变化 但是习近平身边的随从人员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对比一下去年2021年习近平视频出席金砖会议国家领导人峰会 和今年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情况 电视画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今年习近平身边的陪同人员比去年是少了不少 那具体少了一些什么人呢 从电视画面上是看不太清楚 但是主席台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少了 在去年主席台上陪同习近平视频出席 军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有四个人 他们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外交部长王毅还有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而今年在主席台上陪同习近平视频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只有三个人 其中丁薛祥、王毅和何立峰和去年一样 但是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缺席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为杨洁篪他是作为北京外事部门的最高负责人 他的地位比外交部长王毅是更高 像习近平出席金砖会议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 那么作为外事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杨洁篪 他不到场给习近平来捧场 不出席是有点说不过去 最近的杨洁篪也没有什么到外国去访问的日程 他为什么要缺席呢 他为什么不像去年那样去陪同习近平 来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呢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呢 杨洁篪他就是这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筹办人 就在八天前6月15号 杨洁篪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呢 主持的第十二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就是为这一次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呢 做好各项准备 那么这个八天前的6月15号 杨洁篪在北京和金砖国家的相关官员 进行视频会晤为6月23号举行的第十四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来进行筹备和准备工作 那也就是说杨洁篪就是这一次第十四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筹办人吗 既然杨洁篪是这一次第十四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筹办人 他就更加应该陪同习近平来出席这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了 可是偏偏杨洁篪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筹办人 他却缺席了这一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这不让人感到太奇怪了一点吗 这就不得不联想到6月17号那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6月17号提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呢 有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缺席 其中就有杨洁篪 那么杨洁篪为什么要缺席6月17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呢 第一种可能就是被动缺席 就是杨洁篪被双规了被抓拿下了 第二种可能是主动缺席 就是杨洁篪自己找个借口请假 不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们以前的节目中也分析过 杨洁篪被动缺席的可能性比较小 主动缺席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杨洁篪主动缺席6月17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的动机就是应该避免在这次会上要表态站队 也就是说他希望还不要急于表态 不要急于站队 而且还希望疏远习近平 要避免作为习近平的死党 那么将来如果你是习近平的死党 可能会有什么麻烦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关于杨洁篪个人活动的 叫做报道集 自从6月15号杨洁篪在北京跟金专国家相关官员 进行了视频会晤 筹办第14次金专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 就再也没有关于杨洁篪各种活动的更新了 也就是说6月15号以后 杨洁篪的活动报道再也没有更新 6月17号杨洁篪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6月23号杨洁篪缺席习近平的金专国家领导人峰会 把这几件事情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杨洁篪好像有一点非常的非同寻常 因为如果你是缺席6月17号的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那还有七个人一起缺席 还不是杨洁篪一个人 可是这一次很明显杨洁篪一个人缺席了习近平的这个金专国家领导人峰会 就是他一个人没来 那就显然显得杨洁篪和习近平的关系好像是有什么嫌隙 至少两个人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就是完全杨洁篪是作为习近平的一个船 就是船身筒那样完全是听从习近平的 现在好像杨洁篪想要和习近平要有一个疏远的距离 所以这次杨洁篪缺席习近平的这个金专国家领导人峰会 真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信号 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北京高层权力斗争的观察材料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